高能一辈子吸尽日头条线月作者 此文为高能一辈子原创 禁止任何形式的转载 转载信后台联系 但欢迎你们转发到朋友圈 大家好 欢迎来到 关爱男二成长协会 上一期 我们联爱了妹者无交的公子 今天 我们联爱了妹者无交的公子 联爱一下联盟的 不 天界的大皇子小鱼仙官 小鱼仙官来自电视剧 小蜜臣沉浸如霜 他不是一条鱼 是一条龙 却因为曾被女主误认 成一条鱼 所以得名小鱼仙官 小鱼仙官名叫润玉 是天界大皇子 地位崇高却不受待见 因为他是输出的 弟弟是凤涅盘时时凉了 天后第一反应就是润玉干的 天后找来证据 天地是论玉 开门见山劈头盖脸就是一顿嘛 不容不孝不仁不义 论玉说不是自己 天地有理有序的说 就是你 狡辩 直到论玉亮出自己手上的伤 才稍微缓和了猜疑 但却又被扣上了 你怎么不告诉我的大郭 直到弟弟是凤亲子来解释 若玉才算是彻底摆脱嫌疑 天后不是亲妈 他每次提起若玉八言 都恨不得发到天上去 在他眼中 若玉亲妈不是个好东西 以此类推若玉也不是个好东西 若玉每次遇到这样的偏颇 虽然心里会不舒服 但始终是保持隐忍的态度 天地为了维护家庭表面和谐 所以一直坚持获西尼 基本上从不主动维护大儿子 只把一颗心放在小儿子身上 是的 若玉还有一个弟弟 是 天后和天地的亲生儿子 极万千寵爱于一身 小说中若玉就一直是白衣公子 即使是在众神都在的场合 他也就是一期白衣 虽然不必弟弟华丽 但这样的白衣飘飘 也让夜神 殿下更夺了一丝仙气 玩个楼 这白衣飘飘 是作者亲自认证的高环人度 真书里走出来 不少人祝坟也都说这个玄奖棒呆了 罗云西就是若玉的玉 虽然若玉和徐凤都是神 但做的事却完全不同 弟弟徐凤是火神 主征战 他是天后嫡子 未来要成席地位 天界都是他的 所以每次招人都是满庭的弱势 他是六届的传说 伴入他的门下 就是绿战功走向成功神圣的第一步 哥哥若玉是夜神 每次选拔都是走过场 他自己都懒得来 若玉没有立过战功 他的专职是 守夜 难怪黑眼圈 有点重每次招人 自己都非常有自知之明 得说我们就是走过场 爹不疼 马不爱 身份尊官却像是光改司令 孝玉贤官就是一个这么不受宠的树长子的存在 虽然如此 但他却并有对天后嫉恨或是嫉妒弟弟 他依旧是善良温和的存在 就像他的名字文玉 温润如玉 虽然贵为天界大皇子 但他面对陌生的小仙子也会抱全问好 听到有人要来投入自己麾下 考虑到自己不能给对方增加功绩 主动用各种理由想要将人赶走 虽然弟弟的亲妈不再见他 但他从不迁怒 和弟弟的感情一直很好 他依旧会和弟弟一起并肩作战 让弟弟去奉去捉拿穷奇 润玉也自行前往帮助 兄弟二人合力封印穷奇 封印后几人一起讨论是谁放出穷奇 兄弟二人一个眼神交汇 就明白对方要说什么了 封印完毕润玉还要回去工作 走之前也不忘提醒弟弟注意事项 以及叮嘱弟弟被穷奇伤到要好好休息 弟弟说你别把这事告诉爸妈 润玉也微笑点头 兄弟间的小秘密 后来许奉又被穷奇的温真伤到 淋漓逐渐丧尸 润玉主动救弟弟 但其实润玉属于水系 这样就属于火星的弟弟 是很容易走火入魔自己被反噬的 但润玉却说顾不了那么多 嫌救弟弟要紧 白衣飘飘 对谁都温润有理 战斗起来武力之也了得 虽然被人以恶相待也依旧抱之以善 光姐真的想给他发一万张好人卡 然后带他回家 这样的哥哥 真是低调善良到让人心疼 乱玉的扮演者罗芸汐 浓眉大眼高鼻梁 玉系美少年模样 其实人家今年都已经三十了 如果不是粉丝 估计还真不知道 他在拍戏之余都在干嘛 印象中 也就是他的那些角色 不少人应该都跟光姐一样 对他最深刻的印象 停留在和以身肖默的少年和以臣 少年和以臣 校园男神 暗牵少女的梦想 高冷大冰山 却被照陌生融化了 和无前八道夜少年时代 完全看不出已经被灾了 你看长得行小就是优士族 后来他又出演了 《山谷情歌》 李迪之 若 一个温旺而染的大暖男 之前还在中平礼狐 演了傲娇的狐仙大王 比起之前的冰山男和暖男 我更喜欢这个傲娇男狐理 除了上述几个角色 光姐印象最深的其实是 儿科医生里的深河 儿科医生 医院满神 等相恋多年的女友 一毕业两人就结婚了 是老公还是老婆的导师 想把深河打包带回家 省钱两眼又两声 罗云熙曾经以组合出道 后来开始演戏 参演的电视剧其实不多 但其实角色都挺令人印象深刻的 角色影响深刻 但平时实在是低调的有点没存在感啊 S.O.哥妈赶紧雄气吧 视频心疼你 做有深度的心灵Spo和六个调的故事 喜欢请分享哦 妈妈呆 依旧换新logo了 各位闺女认证正版都市男女 的心灵Spo一学术的严谨 判刮圈未经许可 谢谢转载 谢谢观看